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暗区突围故事》系列一款手游卷有如此宏大的背景故事 《暗区突围》第一集南北战争 《暗区突围》第二集《暗区行程》 如此宏大的背景故事竟然能出现在这一款手游里 而在这个游系列 无论是关乎人类存亡的危机 还是勾心斗角的势力斗争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荣耀 而故事发生在名为卡莫娜的国家 在一个农场里 一个叫马斯顿的人想在儿子生日时送一个礼物 而他的儿子喜欢当牛仔 于是他去镇里打算做一个马厕 就当他回到家时 送给儿子不是马厕 而是那响册云霄的火炮 在这一刻战争和死亡的阴霾笼罩了这里 而人们并不想成为被屠宰的羔羊 奋起反抗 他们也被称为游荡者 但是在苏梅克危机的影响下 国家面临着更严峻的问题 而在暗区突围的世界观里 苏梅克危机算是最早发生的事件 而这个苏梅克危机在游戏里并没有讲 不过现实中有这么一个 大概是在90年代 一颗巨大的彗星被太阳引力所吸引 要撞向地球 这颗彗星被命名为苏梅克的 立为酒炮 按照科学家的预测 彗星可能撞向地球 但木星为地球挡了一下 彗星改变了木星的大气形态 让人类察觉到了危机 剧情中的军事力量应该也是被抽掉除了解决这个事情 啊 说多了 咱们继续主线 由于卡莫纳政府的无能 导致北方和南方地区的矛盾加剧 而南方地区却想叫做卡莫纳独立 竟然组织起了南方反抗军 开始分兵两路进攻卡莫纳政府 而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南北战争 然而这场突然袭击打的北方军毫无防备 只能被众防守 但还是节节败退 而故事开始的那个农场片段也是在这里开始的 战争伤害最大的不是政府而是人民 而在第一条战线 南方反抗军一路从南方山谷打到了北方的前线要塞 但是半路杀出个阿贾克斯 驻守在前线要塞的阿贾克斯遭受到了南方反抗军的包围 但是没想到阿贾克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死守要塞 然而这一死守一守就是数个月 在说不说 阿贾克斯是真强啊 而南方反抗军迟迟打不下来 这也拖慢了南方反抗军的计划 而这一次的死守也是为后面北方军反击打下了基础 而在另一条战线上 南方反抗军在山谷也是取得了胜利 但是没有抓到他们的头目 安东尼多斯 而这个安东尼多斯的力量来自他自己的家族 名叫安东尼的家族 这个家族在卡莫纳地区是一个豪门 在黑白两道都混得风生水起 安东尼的家族设计许多产业 比如这个多斯批发卖花的广告牌 反正是一个不好惹的家伙 后来也是雇佣了黑金国际雇佣兵重返了山谷 这都是后话了 咱们继续回到主线 好景不长 在之后这条沿海战线也是困难重重 在民兵和北方海军的共同努力之下 居然阻止了南方反抗军的进一步推进 而这个战役也被称为军港保卫战 这时有一个人也一战成名 就海军大副德尔文 他收获了军心的同时 更是给他后期的叛变提供了基础 然而在南方军胶着之时 北方军终于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而特维拉斯国也是提供了帮助 派出了安德烈驻镇 还雇佣了科伦大国的雇佣兵组织 黑金国际 而这个黑金国际 最佳成立于军事大国科伦私人军事安全顾问公司 LOGO是一只眼神羞恶的大章驴 是由两名科伦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创立的 因此黑金国际同科伦军方有着良好的关系 而黑金国际走的路线是精英路线 以精英拥兵小队的形式展开业务 在内陆战线上 卡莫纳北方军第二军团1384师长雷诺伊尔 带领着北方军也参战了 直接撕开了南方军队的包围圈 而苦苦死守的阿贾克斯 终于也是等来了支援 最终北方军夺回了前线要塞 而这场战役也是给了北方军极大的信心 北方军开始更凶猛的反扑 也坚定了阿贾克斯跟着雷诺伊尔混的决心 这也为之后驻守农场奠定了基础 而在北方军的另一边 科伦大国的雇佣兵弗雷德也参加了战斗 而他在南北战争之后 成为了北部山区精英游荡者的头目 这也是因为当时作战的时候 偷偷发现了一座金矿 所以有了战三为王的想法 而这么多势力的加入 你以为只是单纯的帮助吗 不不不 没有利益怎么可能会参加这种斗争呢 坎莫娜这边北方军加量居心叵测的其他势力帮助 一瞬间形势一片大好 就当南方军快要顶不住的时候 科伦和特维拉大国的阴谋露出来了一角 而他们的浅层目的 就让坎莫娜的这片土地不得安宁 其实这两个势力从加入战决都没有想任何一方引 坎莫娜战场上的士兵和人民全都变成了小丑 而他们心中想要的胜利从来都不存在 而这时北方军一道命令传了下来 让全体撤退 而这道突如其来的命令 也是让很多北方军的军官引起了不满 首先就是卡莫娜北方军第二军团1384师长雷诺伊尔 他应该是感受到了政府的懦弱 眼看要赢了 不想撤离 然而他的下场却沦为了北方军的弃子 所以他叛变 这些叛变理由其实都是我理解的 有问题的话 欢迎执政 还有他之前解围了的阿贾克斯也跟着叛变了 在前线要塞资源的基础下 他占领了要塞 成为了暗区的一方势力 其实雷诺伊尔叛变的原因 我整理的资料并不太清楚 只知道科伦情报员托马斯和阿贾克斯有为一定的接触 这次判断可能和科伦大国一大洋联盟的背后搅局有关 就是策证命令为什么会这时候下达 也很明显 肯定是迫于政治局势的压力 卡莫娜政府不得不低头 谁给的压力 如此宏大的背景故事竟然能出现在这一款手游里 而在这个游系列 无论是关乎人类存亡的危机 还是勾心斗角的势力斗争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荣耀 我们上期讲到 卡莫娜政府下达的撤退命令 北方军全面撤退 引起了很多军官的叛变 雷诺伊尔带着阿贾克斯已经叛变了 而卡莫娜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在军港的海军大副德尔文了 在撤退的命令下 当经历过战斗的战舰国王号 北京星号 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供他们航行 而他们的船长卡尔 直接下达了成舰的命令 这个命令的下达 那可是把跟随他们一生的荣耀 毫无意义的沉在了海里 士兵们也才发现 那自己在战场上的荣耀 在政客面前 一句话就可以碾碎 而这时 德尔文看着国王号上熊熊的火焰 快要烧到自己的老朋友北极星号时 他心中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 于是 他带着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士兵 拿着枪走到了船长办公室 船长一脸震惊地看着他 随后 他慢慢关上了门 我们走下军舰 守卫土地 敌人被我们扑挡在这里 没敢再往北踏出半步 还是 有人并不珍惜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牺牲成为了他们狗活的筹码 即便是与我们出生入死的狗王号 也被他们沉入了海军 哎 对呀 总有人把这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 以为欧特斯的黄金能够买下一切 包括我们的荣耀 却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意见 现在我们冲破了风暴面朝我们新的航向 随手们起航 你讲到北方军接到了撤退命令 卡莫娜的一些军官以及叛离 而逼迫卡莫娜下达这个撤退命令的组织 叫苏梅克委员会 而这个苏梅克委员会是类似于联合国这样的组织 就由多个国家共同创立 方向败出科伦的托马塞德华和特维拉的弗拉德伦带领的部队 以威胁和平为优 一破卡莫娜停战 这场南北战争才终于结束 你是不是觉得这就结束了 这么草率怎么回应呢 这才刚刚开始 南北战争的目的是什么 你应该还在纳闷 暗区到现在还是只字未提呢 在停战后 各大势力开始翻翻动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维拉和卡莫娜签署了一个计划 而计划名叫钢格尼尔计划 而这个计划也是成为了暗区形成的导火索 钢格尼尔这个词 出现在北欧神话中 奥丁所使用的武器 是由矮人们用世界术的枝鸭打造而成 本身的原型是标枪 威力巨打 一击就能贯穿星辰 又名流星之枪 从名字可以推断出 钢格尼尔是一个高杀伤力的武器 阿盖斯会发出从天而降的激光 也就是卫星轨道炮吧 而在之前 阿贾克斯被雷诺伊尔救了之后 就被派去驻守农场 到了农场之后 雷诺伊尔给了阿贾克斯一道命令 就拦截经过农场的一行车队 而在车队经过农场的时候 阿贾克斯直接炸毁了桥料 这个就是当时阿贾克斯炸毁的断桥了 车队也直接被拦截了下来 而这个车队运送的东西可不一般 就是钢格尼尔计划的发动机 所有的护送人员也全都上免于 阿贾克斯及小队手下 而这个事件 就是著名的农场袭击事件了 发生这个事情 也是产生暗区的重要因素 阿贾克斯拦截了 运有钢格尼尔武器部件的车队 而抢夺下来的发动机 阿贾克斯也是给了雷诺伊尔 之后也是有任务 让玩家拿取陀洛伊 但是钢格尼尔计划有关的机密文件 却不知所踪 这个就是著名的农场袭击事件了 你们可以猜猜 谁拿走了这个文件 虽然文件丢失 但是这个计划却传播了开来 各大势力纷纷对 钢格尼尔计划的文件感兴趣 在交战区没被封锁前 其实就已经有了一些 雇佣兵组织进入了战区 想得到这些机密文件 这也就是前面讲的了 而苏梅克委员会 震惊于这些叛变势力的实力 就要还能翻起让来 于是委员会怕传播的更广 有更大的影响 进行了简单的疏散群众后 又联合南北双方的高层 被这片交战区进行了封锁 就是这样 暗区形成了 暗区其实就是逼走原本这里的人 把这里变成无政府区域 这样大国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进行秘密西化 而曾经在这片区域的人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士兵 已经不知道自己归属于谁了 除了一片飞蛆 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们已经算了被他们的国家遗弃了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依靠 但日子还得过呀 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地图随处可见的游荡者 哎 太惨 其实还是有一个代表卡莫娜的意志的 就玩家口中的义父 狄克文森了 这时候暗区势力其实差不多已经形成了 前线要塞的雷诺伊尔 农场有阿甲克斯 军港有德尔文 北乌山区有弗雷德 还有两大国科伦和特维拉尔 以神变的大西洋联盟 而在山谷那个家族势力庞大的安东尼多斯 在被之前南方军打退后 随着卡木纳地区战乱平息 暗区形成 让多斯看到了夺回自己家族荣耀的机会 怕什么最多 那当然是钱最多 靠着他们家族掌握的财富 也是用最快的方式 将自己失去的尊严夺了回来 而在之前的欧特斯山脉监狱里 一名叫伯雷罗的囚犯发起的暴动 最终逃了出来 而迪克文森也是牵线搭桥 将伯雷罗介绍给了他的老板安东尼多斯 而在多斯回归的时候 黑金国际也是帮助了多斯 万无一失的回归 当初帮助多斯跑度的罗德里格斯 看着他回归也是会心一笑 这样古的势力就是安东尼多斯的了 虽然现在只是名利上 大家可以想想 黑金国际不可能只是为了钱帮助多斯的 所以多斯之后也是开始筹划了怎么脱离黑金国际的掌控 而在电台 特维拉和科伦也发生了冲突 电视台之前的秘密实验又会是什么呢 之后男团又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 说几句哈 暗区特维德布鲁线 介绍祖先的时候就想介绍支线 然后讲着讲着就有点乱了 刚格尼尔可能是核弹 因为官方没说了 我也是猜的 这个武器应该是南方军搞 北方军截获情报 然后阿加克斯去抢的 还有一些事情我可能说错了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指纵 现在感觉是